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朋友 我们南洋视频今天尝试新的直播 在面部进行直播我们的讨论 在我身边这位是我们本地著名的视频人 老拍档 好 我们今天讨论几个题目 今天第一个题目我们来谈一下 特朗普还有胜算吗 老龙怎么看 我希望他赶快下台 赶快下台 我知道老龙他已经期待他四年了下台 但是有一些分析了 他说是不是这么容易去解读了 毕竟美国你看那个选民 那个选民的那个量是蛮大的 是 可是这次呢这么踊跃投票 他是不是传达了一个什么信息呢 因为通常这些美国他因为他不是强制性 对 所以这一次呢 这么多人而且甘愿排三个小时六个小时 对 是不是想要改变 这个有可能 提前投票 提前投票 这个这个我 我是这么看的 而且他这个疫情这个 抗疫情这个工作做的超烂 超烂 对 非常 你看他讲话绝对是站不住脚的 对对 摆明他就是一个只顾自己 对吧 对 他完全是你们啊 人民要感染 要怎么样 要多死几个人 他不管了 你看看他的群众就好 没有强制性戴口罩 到今天还在折腾这个东西 所以我说这个人怎么能够领导呢 但是美国人 你要看看他的那个整个图表出来 那个中部都是他的那个票仓 而中部其实都是农民 对 这个就是美国的情况 对 那个边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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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一带的都是城市 对 那些比较算是比较说精英的了 现在焦灼的是弗洛里达 对 但是按照 或者说 民调了 他是应该是要 是要被唾弃的 我这提供一个民调数据啊 这个最新的一份民调这个显示啊 这个 拜登 胜选的 几率 已经达到89% 对 我有看过这个 那个 大家都 基本上都看好拜登 而且这个 拜登在很多州都已经遥遥领先 大概在这个 佛罗里达州还是打平手 就难以预料 对对 是个关键州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 之前有这个专业民调在预测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拜登领先幅度还是蛮大的 就说 这个 特朗普他要拿下佛罗里达还不够 嗯 他要另外拿下大概要再拿一两个关键州才可以 因为美国这个选举人票嘛 所以他有那个运气的成分嘛 对对对 但是如果按照他的那个政绩 应该说 不行 不乐观 不乐观 但是问题是说 一个 连讲话 漏洞百出的 为什么 我看到他们在辩论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拜登的那种变差 不够 不够 因为当你的对手 这么多漏洞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能够抓住他 来把他 变到他哑口无言 这个就是我很失望的地方 所以特朗普说 拜登不是一个很强的对手 我承认 拜登不是很强 但是至少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美国 美国还是 应该选一个比较正常的人 因为这个人是不正常的 这个人不正常的 我观察了这么久呢 特朗普呢 他是想要扭转美国的 向下的 沉沦的一个趋势 但是他用的方法 完全是一种 叫做 dain out the box 就是整个是 把那个思维框架 全部打乱了 什么叫思维框架 什么叫box box是几代人一直积累的一种智慧 但是不是说一定box一定对 这个我还不是特别同意 因为我觉得特朗普他打烂的 我也观察了他这些几年的执政 我发现他打烂的有两个特别明显 一个就是打烂他前任奥巴马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政策 还有无论他的 尤其他的奥巴马的医保 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 所以他基于这个共和党跟这个 就是民主党 他是自由派跟保守派 他们基于他们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分歧 他就坚决反对奥巴马 奥巴马留下这个医保 另外奥巴马的这个国际政策里面 比如说TPP他彻底反对 上台第一天就给他就给他砍掉了 所以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他就说 凡是奥巴马做的他都反对 奥巴马做的他都打烂 他这个你叫意识形态吗 奥巴马在做的东西 就是说在鼓励这个说 美国继续跟世界接轨的话 提高贸易量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共和党传统的意识形态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其实在打烂奥巴马的这个 所谓的政治遗产的时候 他不是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 比如说他那个奥巴马的医保 他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是一个个人的信仰 你要注意像特朗普这样 除了个人信仰 你看他是一个从传统 按照一个纪录片 他的父亲都是歧视黑人的人 所以特朗普绝对是一个歧视黑人 是种族主义者 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所以他认为 而且美国他有一股力量 就是极右派这些白人主义的 因为他们很不爽 为什么让一个非白人 已经八年了 这一股力量被他计划出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美国他有一个纪录片 在讲奥巴马 特朗普上台以后的一些表现 他讲特朗普跟奥巴马 到底有什么恩怨 他去翻论一下 其实他恩怨在哪里呢 就是在奥巴马之中后期 有几年媒体舆论 对他的攻击很强烈 那个时候大家不要忘了 那个特朗普啊 他还是在属于媒体的area 他是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嘛 对 所以他是属于媒体的 所以有一次白宫的奥巴马的一个记者联会啊 白宫经常每年要搞一次记者联会 总统会发言 就是讲一些搞笑的事情了 就开一些玩笑了 所以大家是一个很愉快的跟记者交流的一个晚宴 但是他那一次 他尤其针对了这个特朗普 他那个里面开玩笑里面的一半 都在开特朗普的玩笑 就把那个特朗普激怒了 然后后来媒体说特朗普就是因为那一次晚宴 其实被羞辱了 对对对 所以他才绝对出来参选 我有看过那个 是吧 有有 但是不是说因为一次 因为这种恩怨的 按照特朗普这样的一个极右派的 我刚刚在跟你讲 当他激化了这些 而且他知道 美国国内有一股这一些人 已经很不爽了 因为认为说你们都是一些外来的 对 非洲来的 或者其他的 他们你看啊 英国人啊 就是白种人他们那种掠夺性很强了 所以他怎么从欧洲登陆 北美成为反客为主 成为主人的话 他今天要回归到说 怎么让一个 非我族类领导的八年 特朗普一激化 我们现在讲激化一些恐怖主义在网上激化 特朗普就是在搞激化 所以这股力量上来了 他在撕裂了美国的社会 所以我刚刚讲是他完全out of the box 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一个 你知道美国怎么会成功 就是一个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 美国就是一个多元社会 对 他一上来就完全走掉了 整个美国调查的调查 完全走掉了 而且他不尊重体制 完全不尊重体制 完全不尊重关系 完全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你看他一上来就甩锅 那个世界的那个什么 那个环保的 对不对 他认为他比科学家还聪明 今天你证明了 疫情 连那个夫妻都被他边缘 真被爱 而且被他骂 对 被他羞辱 所以很被爱 所以按照特朗普这种性格 不是 我觉得是 很多人都认为他不适合做总统 不适合领导 不适合当领导 只是一个奸诈的商人可以 因为无商不奸 他把在商场上那一套 完全用在领导一个国家 这个是不对的 而且很多人抨击他这个性格 或者说他的情绪方面 他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他有问题 他绝对有 那么OK 这些都是我们都能看得到的 但是有很多人坚定的支持这个特朗普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 比如说我们本地报纸也会在谈论这个话题 也有人很坚定的认为他会赢 认为他们认为特朗普 特朗普的确想要用一套他的独特的思路 想要去扭转美国的命运 但是问题是可能他这一套 就好像秦始皇要长生不老 可是他的意义用了那个水银 结果秦始皇更早就死掉了 特朗普搞不好把美国 现在看得到 其实折腾了四年 他还以为什么 他还自吹自雷在讲到第三季的那个叫做 经济 那个是叫做你在lockdown的时候 你在封闭的时候 开放了他反弹 新加坡也反弹了27% 对 这个是现在华尔街在暴跌 现在美国涨什么 那个枪支跟子弹的那个价格在上涨了 空不完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个星期就是说 怕乱 大选之后 可能会大乱 美国因为百年没有议过这样的一个选举 所以很难预测 就是他的选举后的那个情况 会发生什么 现在等于是要预测两件事 一件事是特朗普拜登 谁可能赢得选票 对 第二件事 选举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很难预测 这一个很难预测 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讲 如果特朗普能够大比分领先 可能不会乱 因为民主党的人 我看也不太愿意尊重 尊重体制 对 但是特朗普已经放言了 他不会尊重 他的整个思路 他不准备放权 就是说 他认为他一定要再坚持多四年 他已经对他的民兵组织在那喊话了 说你们step back 对对对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对对 而且有一个调查嘛 四成的跟他四成的都不能够接受 他的支持者落选 哇这个很可怕 就铁板一块了 四成跟四成了 中间有一些比较中立派了 那表示什么 美国可能面对一个 但是我觉得最近有几个 内乱 有两个信号 我觉得还是反映出 这个他的体制啊 有他的坚韧性 比如说我讲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说这个 FBI最近做了个 这个破了一个案子 就是那个刺杀州长的案子 嗯 而这个刺杀州长的案子 之所以能破 是因为FBI事先已经有情报 而且已经派人 打入到这个团体里面做卧底 嗯 然后最后 在他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 没有行动啊 没有没有行动前 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准备到大选期间 就是趁这个 如果如果特朗普可能不利 或怎么样 因为他们要绑架州长不是目的 他们绑架州长的目的是为了引发 内战 嗯 引发暴乱 嗯 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这个 那么如果是特朗普 你可以想想他如果是特朗普赢的话 他们没必要做这个事 嗯 他们可能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特朗普输 嗯 做准备的啊 嗯 但是他们在策划谋划的过程当中 开会 有一次开会被FBI的人一网打尽了 因为他们里面是有FBI派进去的卧底 嗯 所以这件事 其实我认为FBI在这个时候 当然是有一个有一个信号 嗯 你们这些极端团体啊 民兵组织啊 嗯 不要乱来啊 FBI有看着啊 不过美国这些技术官僚 他们的行政呢 这一块呢还是相当专业 有它的能力了 有它的专业 对 它有它的专业性 OK 第二个信息我觉得蛮 蛮更 更让人觉得关注 嗯 就是之前这个美国一直是军 军方啊 一直处于这个挑战 中国的一个前沿 嗯 这个派航母啊 到到南海去双航母演习了 嗯 然后多少次这个军机侦查了 嗯 抵径侦查了 然后还伪装成什么别的国家的客机 什么马来夏客机了 什么 嗯 用别人的那个那个那个马 带马啊 防空带马去去侦查 嗯 然后这个台湾是吧 这个军机 路过台湾呢 嗯 什么什么等等 这个军事合作了 嗯 然后它的军舰要通过台湾海峡了 嗯 显示对这个台湾的支持啊 等等这些 它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它是明显的在挑衅大补 嗯 对吧 他做了这么多挑衅的工作 他 前两天 就是上个星期三 嗯 中国跟美国的国防部开会 说大家在有一个叫什么 叫危机管控小组的会议 这个小组以前没有听过的 这个小组第一次开会啊 就是星期三 然后双方约好了 下个星期还要开会 嗯 下个星期还会有后续的交流 嗯 所以以前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两军 就是中美两个军队的军方啊 他们的这个交流几乎是被中断 嗯 然后双方也没有什么危机管控这些东西 而且似乎是有人想要插枪走火 一直在在挑这件事 嗯 想把这个不明朗的情况下 惹出点是非来啊 嗯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人在担心 会不会有十月旌旗啊等等这些 但是你看28号星期三突然两军开会说 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啊 嗯 要管控危机 嗯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还要 就是大家要冷静 我们要要要交流要沟通 是吧 所以我感觉这个事情已经是好像军方 在为后大选的事情在做做做布局 嗯 就说如果一旦你看我我感觉啊 军方可能也已经感觉美国军方 也可能感觉呃非常的这个担心 就是说他的大选完了以后 嗯 可能会出现乱局 嗯 唯一不出现乱局的是特朗普高高比分领先 但这个事情不存在 嗯 现在是呃 按照民调 嗯 这个拜登是大比分领先 嗯 即便选出来 嗯 变成焦灼状态 嗯 特朗普不承认 嗯 这是一种乱局的可能 嗯 那如果是拜登隐先很大 嗯 特朗普 最后他他说OK我认输 嗯 但是他的民兵组织不承认 嗯 而坚决不愿意 或者这个造反 那可能这是他难以掌控的一件事 就是说一个是拜登自己主动 或者拜登不主动 他底下的人 呃 其他造反 嗯 所以都有乱的可能 嗯 但是唯一不太可能的就是说他不乱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特朗普赢 他才能不乱 这个有一种有一种叫做防范于未然 对 怕误判 怕误判 你如果看美国的传统 武官是服从文官 对对对 这一块他是抓得很紧 对对对 所以你看小布斯的时代 那个打那个伊拉克的时候 嗯 切尼国防部长 你记得吗 嗯 有一个空军总司令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讲了一句 讲了一个政策上的东西 切尼马上把它撤职 为什么呢 这是我的 政策是我的 不是你讲的 对对 这个是美国 可是到了特朗普的时候 你如果还记得嘛 有一个将军出来 安抚公众 如果总统突然间叫我去按那个什么 那个核弹的钮 我不会 欸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叫安定人心 表示什么 表示那个时候 人们都认为 这个人他疯疯癫癫癫 到底会不会出了问题 他这个疯疯癫癫癫 到现在的那个选举 都让人家有一点心惊胆跳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那些 大家来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也同时告诉了你 特朗普呢 特朗普呢 没有小布希 那个时候的 美国的白宫的那种 已经 权威已经没有了 对了 就是军队呢 告诉你 这个如果政治是一团招的话 那你怎么要命令我 对不对 你的命令过来的话 我是不是一定要服从 因为军人的天使 本来就是服从嘛 所以你说今天呢 搞到什么 军队大家来一起 一起唱有一万岁的话 也没有用 因为回去的话 如果都是要听命令了 但是今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潜移之际嘛 至少让世界 有一个比较定心玩 所以你就看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 他的国务卿蓬佩奥 还在出访亚洲的 其他几个国家 去拉大家一起对抗中国 那边 国防部跟中国的国防部 在那谈说 我们要怎么控制危机啊 对对对 是吧 这个还是挺令人意的 我有时候觉得 我看到那个印尼大使 驻印尼大使 中国大使 哎呀 在那边讲这些 说我觉得中国还要学 那人家会来讲你坏话 你也可以去讲他坏话 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更何况啊 美国今天 大家 只是外交礼节上 你来了 我还是会 跟你有一些交流 但是呢 话说回来 国际外交是什么 都是务实主义的了 每个国家都在盘算 哎 谁对我一定 你两强在 竞争的时候 这个我们大部分国家都已经 就说有一个民调 有一个民调出来了 对吧 14个国家和地区 但里面有两个地区 一个是香港 一个台湾了 除了台湾以外 其他的15个 调查15个 14个 全部都是希望 特朗普下台了 对 只有这个台湾 特别希望特朗普连任 其实台湾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 也是错误的 你为特朗普爱你 他要害你 我跟你说 你会死得很惨 我们这个下一个话题 谈台湾了 专门谈一谈这个台湾 何去何从 对 那么给老文总结一下 那你觉得特朗普 到底这个胜算有多大 我希望 按照你刚才的那个概率学 九成他应该要下台了 但是呢 话说回来 真的一人一票这个东西 一人一票止选 本身就是错误 但是如果他抗这个疫情 搞得这么烂的话 也的确也应该要下来 对 我的个人预测 我个人预测 我觉得他这次下台 我先说一下 就是说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很多媒体是不看好特朗普的 但是我是持这个 我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胜选 上次有人给我打赌来的 可是他输了差不多300万票 对 但是他当了总统了 所以我说运气 运气 对 不管怎么样 上次他是赢了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普选票他是输了 但是他的选举人票他是赢了 对 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一次大选 我不是穿粉 上次我是纯粹我认为他是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这一次我认为他没有机会 嗯 什么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上一次他得票 他 这个意外胜选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 没有去投票投给希拉里 对 他不喜欢希拉里 对了对了对吧 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这一次 对了 大家即便再不怎么喜欢拜登 对对对 虽然有人很不喜欢拜登 觉得拜登不行 对吧 能力差这个年纪大 什么什么等等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更讨厌 当然当然当然 所以这个你从就是我 我有个预测的这个根据就是我认为 只要投票率越高 特朗普当选的机会越少 对对对对 因为他的坚定支持者一定会去投票的 对对对 你如果投票率低的话 对对对 就会显得他的票数不够 按照就你这个立场 我是投你一票 同意啊 同意啊 好这个 那么我们我们今天又 基本上我跟老龙取得了一个共识 我们认为特朗普应该是 不这么可能赢了 对对 那么 希望他赶快人间蒸发了 还有两天了 对对 按照这个 我们这边的时间是到星期二 对对 11月3号 对对 希望清醒的美国人早日脱离苦海了 对对 我们为了美国考虑 希望这个特朗普能够 因为毕竟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很重要的国家 这不能够否认 好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个今天话题就聊到这里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看11月3号的结果 谢谢 谢谢